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叫载流导线在磁场中受磁力 那这个磁力的大小有人把它叫做安培力 就是一个电流在磁场中受磁力 它的磁力大小叫IL cross B 你看到这个cross它就是垂直有效 cross就是垂直有效 它是外积它是垂直有效 垂直有效 你要自动分到垂直有效 所以往往这边的公式有人把它写做ILB sinc 那个sin不用背 它就是把这个长度分到垂直有效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这个笔法它必须动用到右手外积法 那右手外积法是这样 就是如果今天这个是它的电流IL 就是说它的长度由电流来决定 那再来这个是磁场 磁场代号我们写作B 那这个是磁力 这个方向有人用右手开掌的技 那这个到最后右手开掌你其实就是高一的学法 或是国中学法 电流大拇指 四指磁场掌心受力 对不对 这个是右手开掌 还有什么弗来明的这个左手 那比较常用的到最后数学 用外积跟右手定则结合在一起叫右手外积法 那右手外积法是这样 先把你的四指先摊开 这个是你的四指 对不对 先摊开 先指向IL IL在Cross B Cross B搭配这个念法 IL Cross B 四指从IL Cross B 那这个四指要旋转 要转向B的方向 转向B的方向 那大拇指就是最后的磁力方向 大拇指就是最后的磁力方向 叫IL Cross B 好 IL Cross B 好 那这个东西是算 就是电流受磁力的部分 但是如果他是直的那没问题 可是如果他是弯弯曲曲的怎么办 弯弯曲曲的电流 好 在磁场中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弯弯曲曲的电流 把它拆开成好多段直线 那你看这个直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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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拆拆成好多个直线 这个是直线 那每一段直线他们都是一个向量 L都是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就是在这里 那最后呢 我会把这些向量把他向量加起来 而这个向量加起来 他到最后变成起点到终点 所以如果你发现他是一个弯弯曲曲的导线 你必须要取起到终 L要取起到终 好 这个以上呢 就是这个载流导线在磁场中受磁力的重点整理